感谢主 姊妹能够参加训练是何等的有福 在出埃及记三章我们看到 一幅神呼召人成全人的图画 那就是火烧荆棘的图画 在那里荆棘被火焚烧 却没有烧毁 如今姊妹来到壮年班 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这地乃是圣的 主在这里做分别人的工作 在这里尤其是有意向 还有生活的操练 感谢主姊妹在训练前 她是荆棘 经过这个训练之后 她还是荆棘 但是却是不一样的荆棘 首先在第一方面 她乃是有份于团体的荆棘 主耶稣 姊妹以往在所在地里面 她对于这个极条 她参与的非常的少 但是经过这样的训练 她已经被扩大 已经有身体的远光 所以她能够有份于团体的荆棘 并能够在这样团体里面 有一点点的服饰 在第二方面来说 姊妹是被火烧过的荆棘 她是可以被看得出来 也可以被闻得出来 已经有那个变化的味道 所以感谢主 以往姊妹在这个传福音 还有接触人的事上 她觉得非常的短缺 但是经过训练之后 她能够以佩大一同的往前 能够出去传福音 能够周周的有操练 并且觉得人是可爱的 另外一面来说 姊妹以往因为睡眠品质不好 她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就晚睡晚起 她只要赶上 在李师母家里的诚心就可以了 但是感谢主 她经过这样的训练 她乃是愿意操练早起 一早就来庆敬主 享受主 在声言方面 在这里经过训练 就会按着真理 照着启示 也对照自己的经历 能够在声言的时候 能够说出神 也能够将神说到人的里面 在训练这段期间 她每天晚上就借着手机 与儿女在电话里面 有交通祷告 她能够在生命里来带领他们 像我的女儿最近就说 她觉得妈妈对她所说的话 非常的有说服力 哈利路亚 姊妹也在一些场合当中 传这个受训练的福音 她常常将这里所蒙的恩典 所经历的 传书给弟兄姊妹 噢主耶稣 另外啊姊妹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这个以往我们觉得啊 来壮年班 周末应该可以回去休息 但是啊 姊妹啊这个周末回去的时候啊 不是放假 乃是啊 继续按表操课 在那里啊接触人 读书报 而且啊 在那里啊 与圣徒啊 能够一同竭力的往前 哦主耶稣感谢你 这个啊不是啊 姊妹能够做什么 乃是啊 主是那个蓝料 在我们姊妹的里面啊 做她全辈的供应 荣耀归神 哈利路亚